四个迹象表明美国正在积极应对中共可能的对台战争 第一 美国紧急拨付台湾5亿美元武器 大国外长5月8日刚刚约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外长明确告诉对方 现在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 避免螺旋式下滑 美国应该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知道 最近发生的最具震动性的新闻不是俄乌战场 而是美国总统拜登参照对乌克兰的优待 动用总统紧急拨款权 免费援助对岸5亿美元武器和军事培训 台湾已经获得若干军购合同 只是 这些订购武器将在后面陆续交付 拜登紧急交付给台湾的武器 虽然并没有列出清单 但根据台湾国防负责人 对台湾民意代表所言 其中包括火箭 可以想象 这些武器和相关训练 都是帮助台湾在战争发生时 应急使用的对抗性武器 就像乌克兰战争爆发前 乌克兰所获得的那些武器 很好的在战争之处 阻挡住了俄军的推进 为西方后续大规模军援 和乌克兰组织扩大军事力量争取了时间 第二米利将军到期将被撤换 众所周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一直对大国非常友好 最近一次公开发言 仍然在试图为大国与美进展局势降温 他说 大国与美国的战争既不是不可避免 也不是迫在眉睫 在美国众多强硬声音中 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米利将军降在今年10月第一个任期届满 我们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作为美国总统最高军职助手并无任期限制 如果拜登总统对米利将军满意 当然可以在米利任期届满后 继续要求参议院任命其连任 但是 过去两年多来对拜登毕恭毕敬 扶手贴耳的米利将军 完全没有得到拜登总统哪怕形式上的挽留 现在距离任期届满还有五个多月 美国白宫就对外放风 说已经选定了下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现任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上将 不仅如此 白宫消息来源直言不讳地说 之所以选定查尔斯·布朗上将 是因为他熟悉太平洋战区局势 对该战区具有丰富经验 能够很好应付未来潜在的战争 而查尔斯·布朗本人在担任太平洋战区空军司令期间 发表了诸多对大国强硬的言论 堪称美军鹰派中的鹰派 第三韩日关系紧急修复 大国刚刚成功撮合了 伊朗与沙特这对死对头的和好 同样也是日本和韩国结束 数十年敌对关系的关键原因 5月7日日本首相岸田前往韩国访问 这也是对三月韩国总统尹熙悦访问日本的回访 两国继续延续亲密友好的氛围 据韩国民意调查 大部分韩国民众对岸田首相在韩国访问期间表现满意 这显然将推动尹熙悦总统 民意支持率继续上升 在尹熙悦采取实际行动与日本和解前 他的民意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了27%这一惊人低位 但是随着他与日本和解并且成功访问美国 他的民意支持率已经上升到了34.5% 而这次日本首相对韩国的成功访问 很有可能推动尹熙悦支持率 达到40%这个重要平台 要知道美国总统拜登民意支持率 也只能长期在40%左右徘徊 那么尹熙悦为什么会如此勇敢果决的 主动与日本达成和解呢 在5月8日 他说在当前如此危急的国际形势下 如果他继续奉行反日政治 那就是放弃了作为总统对国家的责任 在当前如此危急的国际形势下 你看他说得够明白了 第四 北约在亚洲首开联络办事处 数日前 北约宣布将在日本东京设立办事处 从而能够及时与日本等亚洲盟国进行军事协调与互动 另外 北约还将提升他与日本之间的合作 准备于7月11日至12日 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北约峰会前 与日本签署个性化合作伙伴计划ATP 据称 双方将加深在应对网络威胁 协调双方在新兴和颠覆性技术方面的立场 并就打击虚假信息交换情报 在2022年6月 北约在马德里举行北约峰会时 就邀请了其在亚太地区四个主要北约外盟友 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日本参会 自那之后 北约大多数会议都邀请了上述四国参加 在数年前 我就判定 北约会通过升级为一个全球性军事合作组织来续命 在去年6月 澳新韩日参会以及随后成为例行机制 就近乎直白的 永远 本来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